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自2022年总决赛舞台上决出高下后 锦州勇士和波士顿凯尔特人之后 每一次重逢都不会让人失望 上一场库里保持了268场的连续三分命中记录戛然而止 这场比赛回到大洞中心 自然是想在绿军身上出一口恶气 没想到已经好取五连胜 身为东部第一的绿军也不是擅长 千三姐一通慢拳 一度拿到了17分的领先优势 甚至库里都早早地领到了本场第五次犯规 这么看都是凯尔特人要大胜的节奏 然而NBA不愧是奇迹代胜之地 第四阶的勇士如梦初行 水花兄弟风卷残云一般的追分瞬间抹平分叉 要不是怀特的强行三分续命 恐怕凯尔特人都撑不到双方加世决胜 三场贵时间就会败下阵来 而在加世中 率先做出调整的水花兄弟 听见更加果决的攻况 成功完成大逆转 收下这场价值连城的主场胜利 而本场比赛过后 凯尔特人的战绩来到二十胜六负 因此他们让出了联盟第一的宝座 森林郎以二十胜五负得以上位 22年总决赛冠亚军 在一场普通的常规赛 延续着总决赛级别的较量 怀特全场三分球十八中七 霍福德三分十中三 霍勒迪三分五中一 勇士22年总决赛放司马特 怀特 霍福德头空位三分 而今司马特变成了霍勒迪 勇士还是主要放空这个仨 原因也简单 布朗把库里打到身背午饭 勇士必须用区域连防结合收缩 策略保护防守若环的库里 震华锋其实和总决赛如出一辙 特尔还是在赌 夹击双炭花不让绿军 封献群爆破禁区的前提下 绿军的三分球到底能不能投赐勇士 相较于被双炭花一打一残爆单点秒杀 赌三分至之死地而后生 量害相权取其轻 绿军场军出手三分球 42.4次联盟第二 场军命中三分15.8计 两项数据都排在联盟第二 作为一支顶级三分大队 绿军正常水准42.4次出手 命中15.8计三分 场军三分球命中率37.2% 刺一58次出手命中17计三分 三分球命中率仅有29.3% 尤其双炭花三分球合计13中3 豪泽三分六中0 正无形中抬了勇士一手 勇士在库里午饭的情况下重置生成 库明家用身体天赋对钢霜 碳花不怂 4-13中8砍下17分 尤其第二节的强势暴走 帮勇士抹平分差 库明家终于是长大了 勇士下半场一度落后17分 科尔中用保罗和TGD 保罗9分12助攻稳健控场 关键就找水化主打一个头脑清晰 主攻库里命中制胜瓦安三分 TGD10分13篮板4攻板三盖帽 正复制高达恐怖的加25 他的篮板偏强 进取保护以及掩护质量 这对于现阶段缺少攻防枢纽格林的勇士来说 无疑是一阵强心技 TGD赌鸡蛋一个接一个的关键篮板 与库明家在墨杰对塔东姆的严防死守 无疑是勇士此一加世逆转的真正幕后功臣 22年总决赛季四 库里单场43分 此一 身被午饭后在墨杰和加世合计砍下20分 命中只剩3分 再次做出了我安安庆祝动作 吕俊还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 在气质这一块让勇士拿捏得死死的 据数据统计 在本赛季球员关键时刻比赛最后5分钟 分差在5分获赢的数据中 库里有三项位居第一 首先本赛季关键时刻总得分 库里91分位居第一利拉德78分 大桥66分 本赛季关键时刻运动战进球输 库里26个位居第一大桥23个 詹姆斯20个 本赛季关键时刻总三分命中输 库里15季位居第一利拉德8季 哈利伯顿8季 另外 全场比赛绿军进去得分只比勇士多两分56比54 而勇士下半场的团队防守协同性功不可没 勇士在没有追梦的情况下 迎来了一波三连胜 TJD甚至把卢尼按在了板凳席上 年轻人急速成长 波杰姆斯基 库宁加 TJD 目的都在球队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处 这也是最令人欣慰之处 勇士本场11人大轮换 在波杰姆斯鸡伤腿的情况下 依然能排出10人轮换 深度确保了球队在追梦无限期进赛 小佩顿伤停 为今次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仍能连胜迎球 10余人登场 10余人得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有明确的定位和分工 即使遭遇困难 勇士精气神自始至终都没有赛 从如追随水花到TJD加孔明加加保罗加水花 水花是基石不变 勇士决胜阵容换了三个人 依然能跳落赛前联盟第一的绿军 这就是可怕的底蕴 挺心而论 勇士能够完成这场史诗集的逆转 继离不开水花兄弟的淡如雨下 年轻球员们的亮眼发挥 同时也离不开绿军主教练马佐拉的配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一固执著称的科尔都开始不再任人为亲 开始让更有活力的波杰姆斯基 孔明加 TJD上场并取得瞩目效果的时候 马佐拉却还在恰表换人 面对勇士岂是无动于衷 布里塞特上场五分中三中三 结果换下去后就再没上场机会 倒是攻防两端都成为漏洞的霍福德 打满了第四节的后半段和加世赛 马佐拉是不是忘记了自己作为助理教练 眼睁睁看着勇士在自己面前抢走总冠军奖杯的经历了 2022年怎么输的 忘记了吗 那一年总决赛 科尔主动辩阵撤下卢尼 换上波特首发 大打小阵容 把绿军射成筛子 这场比赛 当科尔换上2米03的戴维斯如法抛制时 绿军却毫无反应 问题是凯尔特人也能打小阵容 可魔术的比赛中 他们的小阵容也展现出不俗的战斗力过 然而 马佐拉的无动于中间接助攻了库里的爆发 他成为了给萌神打好舞台的那个人 霍福德被水花兄弟各种针对 挡差后的三分 让横移速度完全跟不上的球盲剑定器 只能忘而心探 成了水花兄弟的瞄准器 所以对于全场比赛 最扎心的莫过与老霍福德了嘛 在防守端被针对成这样 进攻端三分线外九次出手几命中二球 他也想帮助球队 奈何岁月无情 有心无力 偏偏马佐拉还把他完全暴露在了水花兄弟的射程之内 真是无奈 还是那句话 赛后勇士的庆功宴 没有马佐拉 相信勇士全队谁都不敢先动筷子 另外赛后 谈到本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TJD和库明佳的表现 库里布林一美之词 TJD二个感冒 包括那个对杰伦布朗的大帽 你能感受到观众被他的火力锁点燃 库明佳把比赛拖进家时 我能感受到这两个小伙子带来的能量 所有上场的球员都做出了贡献 这真的有点不一样了 TJD 库明佳 克莱 保罗 最后在场的五人组 真的很棒 另外勇士主帅科尔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中锋位置 我需要卢尼和TJD 两个我都要 他们两个都有比赛打 并单独称赞了戴维斯的表现 他的表现太出色了 他是本场最佳 比赛有很多关键回合 斯蒂芬库里的投篮是第一 克雷斯对杰伦布朗的封盖 克雷斯改变了一切 在他上场实践球队竞胜了25分 连续第二次比赛表现出色 你能看出来他对比赛的影响 他会继续出现在轮转阵容里 可能会进入首发阵容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场勇士118比114击败开拓者的比赛 杰克逊戴维斯也打了18分钟 得到14分8个篮板三助攻 两次抢断一次封盖和5个前场篮板 在场使勇士竞胜8分 其实克尔作为球队主帅 他一直知道勇士前一段时间 很挣扎的正结所在 但就是一直不调整 但是今天第一个决定就是 戴维斯将进入阵容轮换 如果说这两场比赛是 克尔使用戴维斯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戴维斯就要正式成为轮换一员 第二个决定 卢尼也不会放弃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 戴维斯进入轮换获得首发后 卢尼就要跌出轮换 为此克尔表示戴维斯和卢尼都要 换句话说就是 两人将共享中锋位置的时间 其实本赛季的卢尼 脚步更加慢了 戴维斯得到比他更多的上场时间 也是预料中的事情 不得不说 勇士终于有了自己的戴维斯 尽管最近两场比赛 卢尼都只打了14分钟时间 克尔也表态卢尼依旧有机会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卢老爷的首发位置会被取代 当然卢老爷也希望有人替代他 这两年一个人强撑勇士内线 库里的三分记录都断了 而卢尼的铁人出场记录居然没断 为了团队增重 亨尼本来就慢 现在更慢了没办法 他真的很尽力了 用年轻人来替代他 他估计是很开心的 而在收回TJ地图鸡蛋 早在2023年6月23日选休日 特雷斯杰科群戴维斯 在次轮57胜位被勇士选中 曾更推倒 你们都会后悔的 我保证 今日赛后 本场发挥出色的勇士 新秀特雷斯杰科群戴维斯 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因为他本场拿到两双 他现在在队内的绰号变了 我现在已经正式摆脱了 BabyT的绰号 可来赛后想更一是宣布了这一点 我现在的新绰号是小特雷斯 最后再来聊聊波杰 如果今天波杰在 我相信比赛不会打到架时 他在第二阶后期被顶到腰部 受伤离场 赛后 镜头拍到波杰姆斯基返回球场 与自己的朋友和粉丝互动 重新走动作看似无大碍 随后他告诉勇士对击 Jason Dumas自己下一场打击才可以出战 X光结果显示为阴性 受伤瞬间有点疼 不过现在感觉好多了 周六可以会会波尔 这也算一个好消息 当然本场比赛依旧证明 水花仍然是基本盘 只要水花兄弟手感正常 恢复正常水准 勇士还是哪只所向披靡的勇士 这次借着转下联盟第一之位 一路开将拖拖拖战起 高歌猛进得盛还 北伐开市